大家好,又是玩具堂,深水平宅 我是Brian Lowe,TWICE TV的Brian Lowe 今晚跟大家又是說COBE 很著名的戰機,零戰二一型 無論在航空母艦上,即是海戰,空戰的上面 和陸軍都廣泛被應用的 原來太平洋戰爭的初期 日本的總零戰戰機的數量只有300架 很開心,這個尺寸的飛機是很過癮的 有沒有記得我們小時候看超人片 在這裡追逐 嘩,其實真的幾個人 誓要將COBE推廣一下在香港 馬上就去詳細分析 回來又是這個人 為什麼呢? 因為飛機的面積是比坦克車的 即是寬度和長度是比坦克車的 雖然質感沒那麼重 但是在拍攝的時候發覺有點困難 所以用這個畫面拍攝就會比較好 好了,看看盒子 號碼是5515 總件數是250件 一個人 那當然有幾次了 好,放在後面 OK 那喜歡二戰的朋友呢 以及喜歡砌製網的朋友呢 都會知道 其實 零戰來說呢 你不玩二戰就沒理由不懂的 除非你不理空軍那邊 所以這個戰機其實是很出名的 那麼,原來 有些少少歷史背景 大家看看 原來呢 在太平洋戰爭的初期 整個太平洋艦隊 日本、帝國那裡 只有300架零戰的戰機 大部分是零戰二一型的 即是這架呢 A6M20 這架機 有250隻在太平洋戰場使用 可殊而知 其實它沒有什麼戰機 那幾架空母 每架空母都載到十幾十隻 零戰機 即是作為戰鬥機隊 另外就是在不同的島嶼上面用到 所以其實發覺是很少的 但是呢 整體來說 你發覺 在平洋戰爭初期的戰績 即是加白人珍珠港的那個戰役 其實你發覺是 戰績很標柄的 但是當然 就是偷襲的 還有很多原因 就是令到當時 那個零戰的表現好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零戰的戰機 那個扭力 在空中的扭力 就是轉彎 直徑好像是小一點 輕巧一點 但是 反過來 他那個 戰機的防御力 是低一點的 但是當時呢 盟軍在投入 在太平洋戰爭的 實力是比較少一點 大部分在歐洲戰場 所以呢 其實當時來說 零戰 早期 在太平洋戰場 是沒有敵 即是說到 在空中的那種 狗潛戰爭 或者是狗潛戰爭 或者是狗潛戰爭 其實通常都會贏 但是到後期 當然呢 盟軍投放更多資源 和更多新機種 令到零戰 越險就結實食了 加上就是一批 很經驗的機師 在不同的戰役裡面 即是損失了 那麼到後期 就真的一般 好 那麼說回產品 那個機型呢 嘩 正面看 其實真的挺英俊的 只要這樣拍才能拍到的 那個機型 是嗎 你應該出回來的 整個機型 出回來的 那麼就見到人仔 人仔 人仔在這裡 那麼呢 螺旋掌可以轉 這個一向的 那麼呢 這些副翼呢 可以接 就是一向都可以的 Kobi那些 好 那正面看回軸 那軸就有升降 可以起落架 可以起落架 可以起落的 那軸就不是吊著的 那麼呢 它有一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 位是令到那個軸是固定的 那麼就映映了 那麼這個起落架呢 其實它有一個 機關呢 是令到呢 這樣生就不會扣住 就會有些彈性鬆道 但是這個呢 去到企的位 它就會有Krax 卡住了 那應該看到這個位 那麼就有一個扣卡住了 那麼就有機關 它放在桌面那一陣 或者跑到那一陣 就很穩定 那麼 那軸就是比較絕 就不同的 所以你真的在推的機軸 就不一定推得很順 那機軸都很難得 其實都是橡膠軸來的 橡膠軸來的 好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 為什麼來炸彈了 是不是 OK 或者是 吊住 是不是 輔助游箱 這個我就沒有深究 究竟當時日本有沒有技術 那麼 你看到呢 在機翼的機槍也有 那麼 在機身前面引停的機槍 這裡就沒有描述 這裡沒有的 那麼 它也沒有提供一些 穿線的位置給我們 沒有的 可能都沒有 基本上應該是小飛機 戰機是有些線拉著 好了 大家一定要留意機槍 那麼機槍的玻璃呢 都是用一些 我們叫做特別件 就是 特定去為這件事製造的 全透明的 那麼 為什麼不上色呢 其實上色這裡成本會高很多 還有呢 可能要配合那個 使用者 有些是年輕一點 年輕一點的小朋友 那麼 如果上色這裡可能會有 那麼 所以如果高手不滿 你們自己可以 貼貼紙 或者是 填上去 好 那麼人仔 先試一下 對 刺回日本人的 那麼 反而這個人仔的 身上的耳隱 是挺俗的 那麼這次用主觀鏡頭 即是自拍鏡那邊 不知道就能夠不夠高 但是 差不多這樣看 就好像不錯 旁邊有一個 軍旗 那麼機槍 其實大部分 Coby的戰機機槍 它都有描述的 好 有張椅子 有張椅子 有支棍子 即是控制桿 OK 好了 所以呢 旁邊的機型 大家看到 我就覺得很合格 無論是機尾的機身號碼 以及這些 可能是小隊長的揮號 都有清楚 做的 唯獨要做少少功夫 就是 這些要貼紙 要做貼紙 這些 這四個是貼紙 這些都是貼紙 這個就不是 這個是疑人 所以這個你不用擔心 貼得不漂亮 用了多少時間去砌呢 這架真是快的 飛機真是快 258厘斷計時間 也是少的 飛機 大家要用少少力 我會按得比較實 這是我的習慣 鍵都很實 當然是 砌錯了 就很麻煩 但煩也不是很麻煩 用一些尖的鉗 或者螺絲批 輕輕的角度 撩得開 好了 我先把機材 變回正常的形狀 好了 歷史講少少少 機材講少少少 兩百五十塊 其實 難一點也不難 但是呢 以價錢呢 應該兩百元港幣 在香港買到 那就值得 兩百元這麼大隻 還可以組裝 又不用朋友 什麼都這樣 其實挺開心 滿足感大 因為這麼大隻 就是二百元 當然自己組裝 但喜歡組裝 你開心就有滿足感 當然不會走得過 有個Stand Stand function 都是按在一個 特定的位置 其實你就不能 有個洞靈石大一點 不要走去選 找些小一點的洞 當然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 弄壞粒 積木 也不是這麼大件事 這樣就有個 這樣的機型 哇 哇 這部機 有些燈光 自己會暗暗暗暗暗 大家不要介意 但拿出來畫質漂亮 這部機型 又有光了 這部機型 感光 比較不好 那就不說什麼牌子機 因為我們不是賣電話 好 那就比較一下 其他機 這部機 遲些會介紹 差點忘記介紹 就是德國的 絕名機 苦衝轟炸機 或者戰鬥機 Junker 沒有機槽 JQ87 但大小 其實接近的 不是很明顯 大小 除非你是光炸機 我們介紹過HE-110 HF HF-110 另外HE-11 那些是明顯大價一點的 遲些會介紹大價一點的 飛機 但這些戰機們 就差不多接近 當然實質上 我沒有量過 真實的戰機 差多遠 差多多 但你一起玩 都會開心 不會很外眼 大家講了目測 砌的 砌起的節目 其實尺碼差不多 差不多 但這部 有些機 可以坐兩人 這個應該都可以坐到 好了 有機會 會介紹 對手太平洋戰場 對手就是這部 哇 美軍的Corsair 又是曲翼 曲翼的機 之後再介紹 不要拆開了 好了 說明書 這樣 小本一點的 所以如果你最初玩這個牌子 又想便宜一點 兩百元 就買這些 兩百元 其實有些幾十元都有 大價那些去到三百 或者三百多都有 所以這個人門級 其實人門級 不是你的技術 是那個 你想試試玩一下 這個就OK 因為不是多 齊了多久 我想大概需要 快幾個小時就可以了 快一小時就可以了 來去說明書看過節目 看得多 都知道 不用怎麼看 也是啦 砌完之後沒有錯 沒有缺件 沒有錯 沒有印漏東西 有貼紙 當然有些事不見多了 這裡不拍了 儲一下有些事不見 可以讓你自己改裝 整家 機型 喜歡的 其實很滿意 很帥 拿著玩 非常感人 好了 今集到這裡 下次有機會 跟大家介紹一下 Lega 還有 Lega 好 拜拜